为什么会迷的 为什么不觉了 这是一念不觉 而由无明 从无明 生出 三息六出 这个不觉就是个妄性 自性迷了 就叫不觉了 佛学的名词叫阿赖耶 阿赖耶的三息相 夜相 转相 境界相 夜相 就是不觉 不觉 它是个波动 自性 是不动 任大师告诉我们 何其自性 本无动摇 这自性 不动 没有动摇 这一动摇呢 就比较阿赖耶 动摇 动摇就有神灭 不动摇 不神 不灭 那是真心 那是真点 我们说的更白一点 自性就是真心 阿赖耶 阿赖耶是妄想 妄想 那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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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八时 执着是莫那时 分别是第六意识 二跟前五时 佛在经上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我们要真正懂得 要能体会到 知道怎样学佛得佛法的殊胜功德力 帮助我们解脱 是佛的目的 接触烦恼 脱离六道轮回 再往上提升脱离舍法界 回归自信 回归自信就成佛了 我们学佛的目标在此地 每天不能忘记 尽忠也不例外 尽忠是幸愿之民 求生尽度 生尽度就是回归自信 这是 无比的山桥方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慈悲到极处 开这个法门 他想到了 开这个法门 佛佛道通 佛跟佛完全平等的 没有那样的 但是其他的佛 没想到 他想到了 他成就这个法门 所以祝佛赞叹 祝佛度众生 怎么度法 保送他 保送他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来叫他 必定夜深臣佛 祝佛很轻松啊 佛在摄放世界 像释迦摩尼佛一样 夜深当中 讲经教训 什么经都讲 应急说法 那极乐世界的 这些往生去的人 到极乐世界 都叫菩萨 这些菩萨们 有能力 分无量无边身 分身干什么 分身到 摄放诸佛插土 跟佛借缘嘛 去拜佛供养 听经问法 他的分身 真宽用 无量无边身 供无量无边福 你说那个福报 也多大 听一切祝福 讲经说法 要智慧很快 圆满的 这个地方 要认识 并法界 虚空界 没有第二家了 要认清楚 决定 要法月 求生 净土 一生 圆满 臣服 阿 阿 你 托 佛 阿 你 托 佛 阿 你 托 佛 好